真的有可能我們年輕人要不要來搞一下革命 而且不用上街頭 在客廳就可以進行的 靜悄悄的 就像我們坐在這樣一個沙發裡面 聊天 阿公阿嬤聊天 叫他用3C 最好你把他的手機弄到他會用 然後再把他的YouTube訂閱柯文哲的頻道 然後刪掉三立等等的頻道 順便偷偷把他刪掉這樣子 然後再爛群組加到柯P的爛群組 偷偷給他加上去 以後每次拿出來一頂就看到柯P的YouTube 看久了就習慣了 對啊 不要在那邊洗腦了對不對 我現在最慘的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在老年人支持度很低 因為很多都沒有用網路 每天看三明治我怎麼辦 都傳統媒體 所以傳統媒體 只看電視報紙 聽收音機 這些非然極律 就是都被政黨嘛 所以我們要解決數位的世代落差 這個就要拜託各位 年輕人 有時候不只是阿公阿嬤 還有他爸爸媽媽 叔叔 婆婆阿姨 每一個人影響的 六票就好 爸爸媽媽兩票 阿公阿嬤如果都還健康 還有四個喔 一個孫子我也有四個喔 內公 內公 外公 父母當然六票 我只要一百萬的年輕人幫我拉六票 拉六票就好了 就當選了 對